老欢迎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宝的养儿问题 上来一个臭宝就问我这啥品种 这是芦荟啊 看样子的话像是库拉锁 这个是可以做面膜的这种 然后干啥 还坚强地活着 就正常养 你要稍微给点水和肥 它会长得更好 我以前讲过芦荟 我们也养过一批 都在那边呢 基本上不用打理 这种活很好 你可以传授一下别人养芦荟 很多话说养都养不活 你看人扔那半年 不管 半年不管 还活好好的 学着点吧 花还用泥养 夏个粥宝说地摘 夏天没人管理能行吗 你做的是绣球吗 夏天不用管也行 但是你不要种到一个特别朝阳的面 最好就有几棵大树 给它折一折阳光 那会长得更好 就基本不用管了 你要看着干旱的不行的话 遇到旱季的话 浇点水就行 有条件的话上点肥料会长更好 夏个粥宝说去年 我去看瑞乡两年了 去年开过花 今年怎么不开了 怎么怎么地了 温度还是上不来 还有点肥料 肥料给了但是不够 那个鱼缸里边的水 没什么肥料 就跟人一样喝鱼汤 你鱼汤 它又没有把鱼炖进去 你那鱼缸里边水 养分是有限的 该给肥料还得给肥料 拉到光泽好一点的地方 温度上来了 有条件换个大盆会长得更好 夏个粥宝说 回家一个月没浇水 干成这样了还能活吗 你用水泡 找个脸盆 用水给它泡透 再给它晾干 拿出来晒太阳 一般能活过来就活过来 活不过来就白白了 一个月不浇水 一个月不喝水的话 相当于人得一个礼拜不喝水 够呛哈 差不多 夏个粥宝说 这啥病啊 还能治吗 这个是茉莉花的一个缺肥啊 没有暖气不太要紧 你过两天天暖和了 你给它重检一下 然后上点粪肥 没有粪肥的话买白败水 那就一般就不治而遇了 别的没啥 就这样吧 记得点个关注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养花知识的 我是老花一 养花知识 拜拜 初步